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二三四五六 六口气 那现在这个局面下呢 是轮到黑旗线下 很显然黑旗在这局部呢 做不活 要跟白旗下面这条大龙对沙呢 气也不够 那怎么办呢 他只能在其他的地方想一想 有没有什么突围的手段 那这盘旗的背景呢 是在2016年的年底进行的 是我们中国举办的第一届这个新奥杯世界围棋公开赛的64强 那直黑的一方呢 是我们中国的上海籍的旗手 江维杰九段 直白的一方呢 是韩国的一位年轻的新锐 是魏泰雄出段 魏泰雄呢 是在业余的时候 就曾经获得过这个世界锦标赛的冠军 实力也是非常强劲的 因此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盘旗 才得以能够下得如此的激烈啊 胜负其实也就在将要下的这个 这一瞬间就会有起到这个转变啊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黑旗下错一手 可能这个旗沧海边桑田 马上这块旗被吃掉了的话 旗也就没办法继续了 首先我们把这个黑旗的聚焦点到 这一个局部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虽然黑旗本身的气并不是很多 但是比起白旗的这五个子来说的话 它现在只有三口气 所以一旦进行杀气 黑旗还是有这个优势的 那问题就是现在黑旗这一个子啊 形单引爆 如何能够把运用这个子的力量 来把白旗这五个子来进行这个包围 来进行对杀呢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下黑旗的表演 当然在此之前呢 我们还是要给大家看几个黑旗 不能成立的变化图 这样让大家印象更加的深刻一些 首先呢 黑旗如果长一个 白旗 白旗的走法其实很多 无论是跳这个 还是从这边跳 还是小肩 它只要能跑出来 或者说在跑的时候多长几口气 因为我们知道黑旗的气呢 它只有五口 这五口气它是没办法再增加的 所以如果长一个是 第一被排除的下法 其实我们在做这个死活题的时候呢 也会运用到这种方式 就是用排除法 先考虑这个不成立的棋 然后一点一点缩小 可能性聚焦最终的 这样一个正确的选择 但是我们在下棋的时候 通常情况下是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的 因为下棋在实战当中 你需要去排除的点太多了 这一点呢 跟我们在做死活题的时候 这种思维方式正好是相反的 下棋的时候 更多的会考虑的是你的低感 就是你要围绕着你的低感去行棋 那这低感呢 是非常重要的 它通常是根据一个棋手 多年的实战的经验的累积 来达到的这么一个棋杆 所以在这个局面下 黑棋它的这个低感也非常重要啊 那我们再换一个下发 如果黑棋贴一个 如果黑棋贴一个的话 白棋可以拐一下 黑棋扳的话 吃回来 这样因为黑棋被拐到一下以后 这两个子它自己气也很紧 所以它在这边也不好施展这个手段 扳一个就被白棋 这样拐冲过来了 挡不住 如果飞的话白棋还可以靠 你要搬一个 这边白棋下一步一加已经加断了 把黑棋 贴一个也不行 那如果直接搬呢 直接搬的话 白棋还是从这拐出来 所以考虑到这几个图 黑棋它都有不成立的一个因素 那最重要的就是 黑棋如何先把自己这个字的气给走多 所以接下来呢 实战黑棋的这一加 才是奠定此后 在这个局部得到胜利的关键一手 这手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白棋的手段啊 如果说 吃这个 这样黑棋打吃 其实这个图跟刚才黑棋贴被白棋拐到一下呢 有非常大的区别 因为现在黑棋气长了 当黑棋气长了以后 这边它的走法就很多了 比方说 现在从这个方向飞过来 或者我们把一个最直接的图 就是黑棋扳 把其入个拐 黑棋带连扳 这样呢 我们看到白棋的气呢 是四口 黑棋 因为刚才介绍过 黑棋有五口气 然后 它再从这边这个方向加过来 这个棋其实也是 实战的这个进程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 再看一下白棋 有没有其他的下法 这个实战进程 我们稍后再给大家这个介绍 就是在黑棋加的时候 白棋当然第一感是考虑 能不能从这边冲过来 就是冲这个 这样黑棋长 下一步棋要打吃 冲出来 这个时候呢 黑棋可以考虑 小尖 白棋 不能靠 这个直接被挖死了 如果 从这儿出头的话 黑棋虎一个是先手 有了这个先手 它可以 直接 跳加住 白棋的气呢 还是在这个 挤完了以后 一二三四 始终呢 是差黑棋一口气 出头呢 也出不去 如果白棋俗一点 说我要打吃 接上 然后我从这边 虎出来 这个图行不行呢 同样黑棋还是搬一个 这样可以把这个拐一下 这个还是先手 然后接下来其实就很简单了 我们 我相信我们的棋友 大多数都能够做得出来 这个棋 如果在这个时候出一道题目的话 我相信 大概 业余三段左右的水平 那棋友都可以 下出这个正解的答案 其实现在黑棋的走法 有两个 一个呢 是加 一个呢 是贴 我们看 贴一个吧 白棋如果长的话 黑棋再一铺 接着 再这样加过来 后面的这个图 就不用我们再继续了 冲的话就挡住 冲我就挡住 这边白棋 无论怎么出来 都是慢一拍 也就是被黑棋封锁的 吃住了 所以这个图 如果加一个白棋 从这边冲出来 是不成立的 这当然也是黑棋 在加的时候 首要去考虑的 第一个变化图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后来实战 白棋怎么下的 白棋有没有可能突围呢 其实我们职业棋手 他们尤其是在相当的水平的 这样一个对局当中 我们会很少看到 这么激烈的这种对杀的局面 非常直线的一个对杀 这是因为这里面啊 一旦你去考虑要吃对方的时候 你实际上呢 就给自己 其实就 只有这么一条路可以选了 就划山一条道 你只有吃掉对方才能胜利 否则的话就是失败 那其实围棋 它本身 是没有这么绝对的 你可以有很多条道路都可以选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所以很少会有这个职业高手 把自己 在可以选择的时候 把自己逼上梁山 那现在这个局面下 其实对于黑棋和白棋来说 都没有其他的选择 就是要么就是吃掉对方 要么就是自己被吃掉 所以这种时候的计算力 是非常重要的 你稍微在一个地方 有这个计算上的偏差 你完全这盘棋的胜负 可能就会被颠倒 因此呢 我们看到即使是 在水平很高的职业棋手 他们依然会每天都保持 对于计算的这种训练 就是我们常说的 这个做死活题这样的基本功 甚至 我听说在这个棋界有一些非常刻苦用功的棋手 有些时候啊 一本死活书随身携带 然后任何时候只要有闲暇时间 就会拿出来做两道题 来锻炼一下自己的这个计算力和培养一下自己的奇感 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在这个 可以说是作为一名棋手来说 就是他每日去需要去训练的基本功 但是在我们看来 这确实也是非常单低 单调 非常枯燥 也是很难以去坚持的事情 但是他们能够做得非常的好 这也是作为职业棋手 可以说是值得让我们去敬佩的地方吧 然后我们看到的是 现在这个黑旗跳架 就是刚才的这个局面 白星如果从这边粗围的话 这边黑系有紫做接应 跑不出来 然后再看一下这边有没有可能呢 贴一个 黑旗一搬 白星一冲 黑旗挡 白旗打吃 黑旗跑 长一下这边可以 打吃了长 所以黑旗贴住 看上去黑旗的这个下法 犹如在走钢丝一样 非常的惊险 但是每一步旗都是恰到好处 每一口气都是刚刚好 所以在这个白旗拐的时候 黑旗这一般 最终的白旗就放弃抵抗了 这个旗打吃完了以后 黑旗从这边跑出来 然后这边杀气的话 白旗还是最终气不够 所以这是一盘黑旗 可以说是计算 通过自己精准的计算 来获得最终胜利的这么一盘旗 如果作为观战的一方来说 可以对于这样的招法来说 是大呼过瘾 好的各位旗友 这盘旗呢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 各位旗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旗思妙想 我是王湘如 在本期节目当中 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旗局 请各位看一下大旗盘 现在的这个局面 焦点呢 是在关系到白旗右边这两个子 与黑旗这三个子如何处理 现在呢 轮到白旗下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旗实际上是由黑旗的一个 小灵流开局 然后白旗这个挂脚之后 衍生出来的一个 非常大型的这样一个变化 那黑旗这个脚上呢 首先它的边控 在脚上边控 是非常可观的 所以如果白旗单纯的去考虑 如何处理这两个子的话 那就会显得有一些单调 它会要尽可能高效的去考虑 如何兼顾到既不让黑旗为大控 然后也能够很好的 把这两个子 有一个有效的处理方式 那这盘旗呢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它的这个对局的背景 直白旗的一方呢 是我们中国的旗手 十月九段 直黑的一方呢 是韩国的 也是顶尖的高手 江东任九段 这盘旗的时间是在 16年的11月份 那比赛呢 是我们中国举办的 第一届新奥杯世界公开赛的 十六强 你可以说是在一盘 世界大赛当中的中韩对决 而且都是重量级的 所以 嗯 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 也是备受关注 因此 作为白旗 十月一方呢 我们也是 对它是寄予了厚望 好 那么 回到旗盘上来说 这个旗 现在黑旗飞一个 按照我们的这个 第一杆啊 正常的第一杆 白旗肯定是 要考虑在这边 比方说 跳一个或者 小跳或者大跳 就是走到边上 这样你才能够 一余的去升根 因为只有 把根距地走到以后 你才有 这样的一种 更好的活动空间吧 但是如果直接 选择这个大跳 或者说拆边的下法的话 白旗它有它的担忧 它担心 黑旗从这边 比方说 这样紧逼过来 不让白旗出头 或者说黑旗 远一路吧 因为走这儿的话 可能它担心 这个白旗有靠段 比方说远一点 或者再 柔和一点 它可以走 这个 在这个小跳的位置 总之呢 白旗担心的是 白旗 黑旗在这一带方向 去行其 把它的这个路给 外围出头的路给堵掉 而且在面对上方的 这边的 这个手段的话 这两个子 又变得 尤为的关键 白旗轻易的 它不肯 弃掉它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有了这样一个 思考的前提 白旗具体的这个招法 要怎么下呢 实战呢 白旗 这可以叫做是 二五轻分 这个下法 看上去 好像跟这两个子 是完全脱离的关系 难道白旗要弃子吗 难道白旗要把自己的这个 重心转移到 去破黑旗的空吗 但是这样的疑问 我们再接着看 这个时候 黑旗实战给出的 这个下法 也是完全是在 意料之中吧 因为 只有黑旗把这个白旗 两边分断了 它才能够体现出 这两个子被吃掉 这样的价值 是非常大的 所以黑旗飞一个 接着呢 白旗再一飞 这手旗 也是 合乎情理 在情理之中 接着黑旗挡一个 然后 白旗 在这个时候呢 他的下一手旗 看上去啊 第一感 似乎是完全 与之前的下法 是相违背的 是属于 一个 思路啊 不连贯的 这样的一种 下法 但实际上 恰恰这个 走法 是白旗 从一开始 就已经 预谋好的 往这儿 再大挑一个 这手旗 需要我们去 仔细的品味一下 首先 可以给大家 说一下这个原因 就是我们刚才已经有了一个前提 就是如果白旗直接 从这边走旗的话呢 他担心黑旗是脱先的 他会从外边走旗 所以 经过了这样的一个考虑 白旗决定 他先 洋装要破控 然后呢 这实际上是 虚晃一枪 走了这几手交换以后 他再走过来 这样看你黑旗 怎么办 如果黑旗 你还是要从这边行旗的话 那他下一步从这爬过来 或者 这个冲了直接 断掉 因为这里 有这个打持 的先手 他这冲了直接断掉 比刚才 在这个时候 白旗 无论你这时候 走任何的手术 都要更加的有力 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的形状 这个时候 比方说 白旗 打持 然后他一冲 这样黑旗挡的话 白旗就断上来了 白旗能够通过这种方式 把自己的这三个子 给 以一种很高效的 这种 结果来处理好 这应该是非常满意的 所以这个 白旗的思路 很跳跃性 他先是有了 这样的一个前提 然后呢 又以 一种 抛砖影域的方式 让黑旗 似乎也没有 更多更好的选择 然后 跟着他下 从而呢 一步一步达到自己 这个 之前 预期的这个效果 所以其实 我们在给大家介绍 这些精彩的棋局的时候呢 更多的是想 告诉大家 或者说给大家分享 一些点尖高手 他们在下棋的时候 是如何思考的 他们这种思维方式 是更加的值得 我们去学习和借鉴 而并非是具体的 一朝一世 因为 围棋 他的博大精深 我们说 千古无同局 所以如果你要去 单纯的学 一朝一世的话 你是很难 够 很难 在自己的这个棋局当中 得到运用 但是如果你能够 学习到 高手的这种思维方式 那 举一反三的话 就会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其实 对于这种思路的话 我们会发现 这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 来带给了 这些 可以说是 新锐棋手 年轻的棋手 他们不断在 棋上打开了这种 可以说是 新的大门 开启了新的篇章 让自己在棋上呢 更加的 有活动的空间 思维上和视野上 更加的开阔 这 也是经由 可以说是 一带 一带棋手的 不断的努力 而到的 今天的这样一个 结果 所以其实 作为这个 欣赏的 一方来说的话 我们在看 这样的高手 对局的时候 如果你只是 在 看棋谱 就像我们说的 这个打谱 你未必会 能够 很敏锐的 捕捉到这些 我们可以去值得 着重欣赏的地方 因此我们才会 考虑 有这样的节目 有这样的一些 聚焦点 来带给大家 让大家一起来分享 一起来感悟 那好 我们还是 回到这个 这个具体的 棋上来说 这个时候 作为 实战的 黑棋 来讲的话 我们刚才说 这里有一个 靠段 它在这边 觉得 挡下去 没什么意思 从这挡的话 这就是白棋 所期望的图了 白棋就可以 从这边出头了 所以它把这个 断电补上 白棋 也因此 就如愿以偿 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 再回过头来看 如果当时 可能会有棋 问 如果我 这个 白棋 二五青分的时候 我不飞呢 假设我在这边 走起 我把这个脚上 给你拦住 你怎么办 那我想 白棋可能会考虑 比方说 从这边走过来 就是 它 不必要去把 子放在这了 而是 离这更远 这样黑棋 它也 不太好 在这边 再拦住白棋 因为白棋 可以 有靠段 或者说 从这边 突围的手段 如果说 你 在这挡住的话 它就可以 从这靠段 只是比起 在这儿子的话 白棋 会更加的 有力 去 冲击 黑棋 那可能 会有棋 又问 那这个时候 我不走这个 我直接走呢 那当然 我们刚才说的 如果白棋 远 近一路的话 黑棋 会从 下面走过来 但是 当你远一路的话 这个棋 是 不断在变化的 所以 黑棋 这个时候 它是很有心情 从这儿大飞一个 补好自己 这个空 当然 现在以后 可能白棋 还是有 这个 在脚上 有余味 但是 黑棋 这个时候的 大飞手脚 一方面呢 还有这个 守住自己 一空 另一方面 还可以从这边 有这种 间断的手段 白棋的形状 找不到一个 很好的 这样的一个点 因此 实战 其实白棋 这个构思 是非常的巧妙 先从这儿入手 假装要近脚 要这个破空 作为黑鞋来讲 它也 只能大概选择 实战的这个 下法 所以我们其实说 高手 它的这个 高处啊 就在于 它很多时候 下的棋 会让你觉得 你 这么跟着 它的思路下 你会很难受 但是你不这么下呢 也找不到 更好的办法 这就是高手 它厉害的地方 这样呢 我们看一下 实战后来 黑棋一飞 白棋赶紧 把这个打掉 这种打吃呢 在 一定的前提下呢 它是应该 保留的 但是 在什么时候 要赶紧把它走掉呢 就是在 白棋这边 快要活的时候 因为一旦你做活了 这个打吃 就变成了绝对的后手 黑棋不会为了 去 在 这个 就这两子 再花一手棋 被你 打成鱼形 所以白棋的这个次序 也很重要 在将要 做活之前 赶紧把这个走掉 然后 黑棋沾上 白棋再冲 现在如果 黑棋挡住的话 白棋就可以 断上来 然后 黑棋如果说 冲斥这个字 白棋就冲过来 它完全可以 满意 在这边 筑成了一个 带着十木棋 左右的小堡垒 所以 黑棋一般 接着呢 白棋立下来 所以 白棋 它的目的 也不是说 一定要把 这边 要连起来 它是在 这样的一个 不断的 随着棋续 不断的变化当中 来找到 最适合 当下 这个局面下的 有力的招法 所以 我们可以看到 高手 它的棋就像是 在打太极一样 只是一阴一柔啊 就是刚柔并济 会让你觉得 你抓不住它 你很难 找到一个 有力的 这样的一种 嗯 一个 节点 去冲击到 它的这个要害 这就是高手 他们能够 很 妥善 很灵活 来处理 自己的问题的 这样 巧妙之处吧 所以我们看到的 嗯 当白棋 立到这儿的时候 这个局部 就可以算是做是 告一段落 以后 黑棋这儿 现在挡不下来 挡的话 白棋 有挖毡 如果你毡的话 我就拐过 这个四个子呢 在 合适的时候 白棋它是可以 弃掉的 因为你在这边 已经花了一首棋 去自补了 这就是白棋 可以弃掉 这四个子的前提 如果说你没补的话 那么这两个子 还是很有价值的 所以 你究竟如何去判断 一个棋的价值 它也是 随着棋局的变化 在不停的 在转变的 这些东西 都是需要我们 棋友去 在下棋的时候 自行要去 不断的进行 判断和总结 那可以说 通过这盘棋 让我们感受到的是 这个十月 它非常精彩的 一个构思 好的 各位观众 今天二棋 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